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0号 星期一 彭帅在星期日 昨天参加了2021国际雪莲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洋谱站的决赛 他去了作为嘉宾 反正出席了 然后在决赛现场接受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采访 然后还有环球时报的记者放了一个七秒的彭帅和姚明一起聊天说话了这么一个视频 证明彭帅没事 还发了一张彭帅 姚明 王立琴 还有奥运帆船冠军徐立佳 他们四个人的合影 然后四个人的合照背景就是上海的阳府大桥 旁边一条横幅写着FIS越野滑雪中国城市巡回赛就证明的是比赛当天照的 反正等等 有视频的照片证明了彭帅就没事 然后是在现场 然后关于联合早报对他的采访是有视频的 我一会会把视频链接我搁在我视频下方 提醒我一下 我怕别忘了 在视频下方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几点就问他就是说你出入是否自由 是不是有人在监视跟踪你 彭帅就说为什么会有人监视呢 就反问 我一直都很自由 记者就问说你有传闻说你遭到性侵 彭帅说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从未说过或者写过任何人性侵我 这一点是要非常强调清楚的 实际上当初我也说了 他跟张告丽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挺 对 他俩这种关系挺复杂的 不是特别容易能说清楚的 好吧 然后彭帅说 说之前写给WTA主席西蒙的信 说他写的是中文的 而且完全出自了他本人的意愿 他说由于自己的阴影水平不足 把中文系不足以把中文系翻译成的这种英文信 所以就请环球电视网的这个人帮他改成了英文翻译版本 但是意思和我回复西蒙先生本人的邮件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信息差异的 是一样的 还有人就问到他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视频通话 彭帅表示他已经记不得的具体是哪一天了 但是证实当时视频通话是在北京他自己家进行的 他表示非常感谢巴赫等人对他的关心 并不愿意在重复之前通过奥组委向大家表达和陈述过的 他本人的意愿 就不要再重复的都已经说过了 至于就是说问他接下来有没有出国打算 要不要离开中国出来走一走 溜达溜达走两步是不是证明一下 彭帅说现在没有比赛 而且受疫情影响暂时没有出国的打算 首先他说因为现在我就没有比赛了 然而我也不会说就是说特意为了出国而出国 对不对 他说如果正常的你要说以后看比赛或者怎么样 那就正常的出国这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说要我就是说特意的出国去证明什么 对不对 他说然后就是说你说我现在出去干什么 你告诉我也没什么事干 我就出个国就为了让你们证明我能出国是不是 彭帅运动员还是说话就比较直好吧 实大实的就这么说 我一会把视频链接我搁在视频下方 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 好吧 大体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